操作虛擬机器 当你虛擬机建立完成之后 在Ezira的首页里面 你就会看得到你有一台虛擬机器 点选这一个进入的按钮 我们建了一个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 这一个虛擬机器 按了进去的系统 你会看得到 现在一个虛擬机的使用状况 包括CPU 包括记忆体 你用了多少 那这个就是刚才的 那个 VNC的一个操作界面 我们选择的 那这是使用 指令 这很少 一般使用者你不会用SSH 大概是管理者才会用 那这个是重开机 这是关机 然后你可以把这虛擬机删掉 重建 那这里是虛擬机的IP 我们来看一下它开出来长什么样子 点选 操作界面 你会发现 奇怪好像不太动 因为火狐狸 把弹出视窗挡下来 这时候你要把允许它做弹出视窗 其他浏览器也会做这种动作 会阻挡 一些网站做弹出视窗的一个动作 你要把它 选择 我允许 这个网站弹出视窗 再按一次 选择操作界面 这时候你就会看得到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 视窗出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 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 开机完的画面 你要看到比较完整的画面 就建议你开到最大 开到最大 那荧幕的解析度呢 就建议你要大于1024x768了 像我们这边是1440x900 那这里的里面的画面就会大到最大 如果你还想更大呢 你可以用检视 选择全荧幕 这样子就会 把整个版面 整个浏览器版面就会换给你 这一个 这个已经不是你的电脑了 这个是在 网路上面 一个虚拟器给你的 那我们操作过程 就剩下就是跟我们在 学校里面操作电脑过程是一模一样 要开浏览器 或者我要开 Write 一样点选 它就会帮你 把Write打开来 把浏览器打开来 这里看得到 我们浏览器打开来 一样是来到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 Write打开来 那我们一样会有Write的画面 那我们把浏览器先关掉 Write打开来 我刚才按了两次Write 所以它有两个Write 一个Write 两个Write 所以这个操作 就和我们实际上 在学校里面操作 我们的 电脑是一样 那最后关机一样 选择档案 选 这边左上右上角这边选择 这个 选择关机 操作完请你一样要选择关机 那关机完你会发现说 关掉了 我们电脑画面都没有了怎么办 记得我们这里是全萤幕 所以怎么办 按右键 你可以按ESC 也可以按F11 它画面会出来 检视 刚才是全萤幕 再按F11也会全萤幕 再按一次它会回来 那你可以把这视窗关掉 那我们原来的视窗又回来了 这样子 就可以操作 我们的虚拟机器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我还要再重开机呢 你就会发现说 当我们把机器关掉的时候 我们系统出现的是 OnNote这一个 讯息 那这边有一个 put on 开机的一个按钮 如果我又要再去 下次我还想继续 体验我们的系统 或者是使用我们的系统 那你可以选择put on这个 选择按开始 那这样它的机器又会 重新开机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你只要按重新整理 你看运行中又开始了 一样你选择 操作界面 动作一样 这样你就可以 持续的来操作 我们的 系统 谢谢观看